星期三,新西兰克莱斯特撤奇市的救援人员在为数不多的倒塌建筑废墟中进行紧张的挖掘工作,希望找到星期二强烈地震的幸存者。 有关当局对含着眼泪的失踪者亲友说,已经没有希望在一座倒塌的五层建筑中找到幸存者,那里是一所国际语言学校和一家主要电视台的所在地。 傍晚,经证实的死亡人数为75人,还有大约300人下落不明,不过其中很多人可能只是由于室内电话和电子通讯系统瘫痪而失去联系。 克莱斯特撤奇的警方首脑对美国之音说,救援人员的重点是市中心的几座建筑物,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幸存者。 他说,他亲眼看到一名年轻妇女下午获救的过程,这名妇女被困在一座建筑下面的小小空隙里,长达24小时以上。